范冰冰陷入负贫风波后,她就像隐身了一般,微博没有了更新,各种活动也不见了她的身影。 除了范冰冰本人的情况被受瞩目以外,她的未婚夫李晨的动向也颇受大众关注。 有网友发现,在范冰冰没了消息的这些日子,李晨也消失了,李晨最新的一条微博还是7月初发的,两个多月没有发微博也并未出席活动,这是以前从未出现过的情况,这不由得引起了网友的猜测,莫非李晨也受到牵连,和范冰冰一起销声匿迹了吗? 但范冰冰风波未平,一旦李晨现身,肯定免不了被问到范冰冰的情况,在风口浪尖时做出回应需要勇气,有网友认为李晨不出席活动,是为了病风头。 事实上,李晨目前正与美国拍摄7日生,其中大量戏份在沙漠,在没有网络的环境下,顾不上发微博也可以理解,从粉丝晒出的拍戏照中可以看出,李晨与王千元在沙漠对戏,眼神狠利专注,高难度戏份也亲自完成,似乎并未受发病兵事件的影响。 所以,李晨因在国外专心拍戏,而减少了亮相自然是正常的,但还是不断有两人分手的传闻传出,这样的传闻不知真假,但网友还是积极,被寻找着各种蛛丝马迹。 前一段时间,李晨作为跑男团成员现身录制Lizio,从视频中不难看出,李晨整个人受了一圈,又细心的网友发现,之前两人订婚的婚戒已经被李晨摘下。 在这样,敏感的时期,李晨身材暴瘦,神情憔悴忧郁,再加上摘下婚戒的行为,种种变化引起了网友的联想。 不少网友猜测李晨暴瘦,是因为感情受挫,压力固大,两人一似情变。 其实李晨,为了配合七月生中心角色的人设,从今年五月就开始解枝,点身颇有成效,再加上新戏中有大量动作戏,体力消耗较大,变数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 至于两人分手的传闻,本次给出的解释,是因为戏中的角色是单身,不方便带婚戒,而李晨的求婚微博,与对法彬彬庆盛的微博并没有被删除, 也无任何关于两人分手的实锤,对于各种爆料,我们还是要理智看待,俗话说话难见真情。 但冰冰的陷入风波时,两人经常秀恩爱,一起享受潜意,如今女友低调避风头,想必李晨能做的就是默默支持了。